現在這裡目前全部都停電了 我們旁邊的那個大樓整個全島 哇真的很嚴重 希望大家平安 不要跳喔 不要跳 那個小心喔 樓上的小心 先把小孩子抱下來 還有沒有人 大家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現在美人斷子已經破裂了 現在請大家能夠互救跟自救 去護人員那邊有沒有人 我在裡面喊有 他聽不到 我只好把那個窗簾打開 就那人員照明燈就像這樣照過來 我看到我在二樓 我們兩個都啊的意思是說 我們家差不多了 我就緊張了 看來是愛國怎麼會這樣 要走到那邊 要走到那邊 要走到那個 好走走走 走走走走 是嗎 好往往往 有嗎 有 有 這麼緊張 還在這裡 這麼滑 然後你這樣滑 這樣 這樣就摑了 有了 你等不開始後 好了 父女就把這個沙湯 快點把掉 從這邊爬過來 斷層大概就是這個下坡 一直到柴魚博物館 從這邊一個沿線過去 你可以看到很多隆起的地方 大部分的一些破壞 好像都沿著現在我們知道的米輪斷層 在活動 其實有兩三棟是離開斷層 孔帥他是在斷層的旁邊 但是在投開這邊的斷層 好像幾乎差不多到 所以他基本上跟斷層的移動 或怎麼樣的破壞是有關係的 他是為了一樓是停車空間 有一些容積獎勵的一些辦法的樣子 然後所以他一樓拿來做停車空間使用 那再加上他如果沒有把柱子斷面放到 或者是沒有增下一些特殊方向的R7牆的話 他自然就是軟弱的項目會比較嚴重 因為他靠河邊 是不是有一些泥沙比較鬆軟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來講 可能有一點是會不會異化 所以震波進來的時候 他會有一點點的放大效益 這個區塊裡面的搖晃會比較加距力量比較大 地震 余震 余震 絕對有機會再產生7個地震 在花嶺地區本來就被評定為 產生規模7的地震是機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未來花嶺一定會再面對這個 可是什麼時候不會知道 我會說得很好 我們可以看見